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哥哥又为什么不愿意回来 为了让这个家能回到从前 十一年来他都经历了怎样的痛苦煎熬 你哥哥多大走势的 我哥哥其实是二十二岁的时候 二十二岁了 都成年了 为什么离家出走啊 这个我真的不清楚 我也很不理解 不知道啊 不明白 那时候你多大 我那时候上高三吧 哦 姐姐呢 我很小的时候 她就 因为那时候家里穷嘛 然后 姐姐就达人帮 辍学了 就帮家里面干活 然后就到河里面给牛哥草 然后一不小心脚下就滑了一下 就掉进河里 这样 姐姐就走了 去世了 哦 对 当时 那时候姐姐多大 都十五岁了 哦 这对你妈是不是打击特别大 对 妈妈打击特别大 姐姐走之后 她天天晚上做梦了 她呜呜地哭 嘴里面还喊着娟儿啊 娟儿啊 到大冬天的时候 妈妈就只穿一个秋衣 躺在地上 精神几乎都快崩溃了 而且妈妈以前 连一个脏子都不说 姐姐走了之后呢 因为一件小事嘛 妈妈她就跟爸爸就吵起来 说她很难听 小时候记忆里面 我妈她性格就是很 很暴躁 就是平时脸上也冷冰冰的 没有笑容 妈妈是这样 但是我哥哥很好呀 我哥哥对我很好很好 小时候 就是上一年级的时候 有同学欺负我嘛 然后我就哭了 回家之后 我没告诉哥哥 可是哥哥背地里 帮我教训了 那个男同学 男同学之后 再也不敢欺负我了 真的我就觉得 哥哥是我 是我的靠山 哥哥不是上大学去吗 暑假回来的时候 他给我买了一件 白色的运动衣 这是从小到大 哥哥给我买的 唯一的一件衣服 我穿上它 非常非常的开心 然后过年的时候回来 他给爸爸妈妈 爸爸平常其实 刮胡子 他不是用刮胡子 他没有钱买 他就用剪刀 剪胡子 哥哥知道这些 他给爸爸回来 带了刮胡刀 妈妈呢 手经常裂口子 其实哥哥很多事情 他看到眼里 他就回来 给妈妈买了护手霜 真的哥哥 特别特别懂事 在你眼里 你哥哥这么好 他为什么还离家出走啊 可能是 妈妈不关心他 他是他爆发了 我哥哥上高三的 有那时候嘛 就是高考完了 其实哥哥很喜欢体育啊 他当时就考上了体校 哥哥当时很开心啊 考上体校了 那回来之后 就告诉了家里人 告诉了妈妈 妈妈当时就讲 家里面就这情况 你还上体校 体校费用很高呀 他就没上 没让哥哥上 哥哥也很理解 哥哥就说 那行 那我复读吧 可是当时那个复读班 他没有凑齐人数 也就没有开班 哥哥当时就是很沮丧的 他背着他包就回来了嘛 回到家里面 妈妈什么话也没问他 然后就跟哥哥说 嗯 你把这袋麦子扛上去 扛到楼上去晒吧 哥哥本来就 就已经很 很不舒服 很不高兴啊 在扛麦子 扛到就是最后一个阶梯的时候 他就把麦子给撒了 当时妈妈就 气愤的说 怎么好好的把麦子撒了 干什么呢 拿到杀了你 不但这样 哥哥 哥其实很生气嘛 他就转身 因为没有上成体校 也没有复读成 他肯定心里面 很不高兴 转身他就 背着包准备走 准备走 妈妈又说了一句 不要回来了 走了就不要回来了 所以这件事 我觉得对哥哥 心理上的打击特别大 也许是因为这件事 让哥哥走了 也就不回来了 姐姐 之间争吵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妈妈知道你找哥哥吗 刚开始 妈妈很反对 只要 反对找哥哥 对 为什么 因为妈妈觉得 哥都那么大了 她选择 离开家 是她自己的 这么多年又不回来 她要是想回来 她肯定就回来了 怎么开始想起 找哥哥了 小时候我们家里 特别特别穷 妈妈她就是 很辛苦 很辛苦 然后妈妈那个手啊 很多很多口 裂的很多很多口 还有那指甲 跟肉都分开了 棉花 那个尖很尖很尖的 有时候不小心 她就扎进去了 特别特别疼 可是就是这样子 妈妈她 那时候她 她舍不得让我们辍学 她从来没有说过 说你们俩不要上学了 我们俩学费 错不齐的时候 她就去向亲戚借 可是 三万五次借的话 有时候人家可能 就借给她 其实我想想 当时妈妈心里面 也很难受 心里面也很痛苦 也很煎熬 爸爸妈妈 非常不容易 尤其是妈妈 其实哥哥 哥哥走了 这么长时间了 又看到妈妈 这么辛苦的 我就心里想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找到哥哥 你哥哥 你哥哥走了之后 你爸爸妈妈 日子怎么过了 哥哥走之后 我们都不敢在妈妈跟前提起 提起哥哥走 这一回事 说要找哥哥 妈妈就会很气愤地说 他那么大了 自己不知道回来 还要去找他 不愿意回来就算了 其实妈妈心里里面 会想很想 哥哥 我经常 会把自己关到小房间里面 狠狠地扇自己嘴巴 我早知道现在 你不回来 我当初就不生你了 生你干什么 我们家这张全家服是 97年照的 中间那是奶奶 外婆 外婆 对 我外婆 妈妈 我把她 我把她用相框 裱起来 放在我们家桌子上 我妈她就把她扣下去 她特别害怕 看到哥哥 每年8月28 那天是我哥哥的生日 妈妈她就 做一大桌子的菜 还有就是 我们那儿有个风俗 有习惯就是 给生日的孩子 就是煮一个红鸡蛋 妈妈也会准备上 爸爸 爸爸她 以前 很以我们俩为傲的 她就是 一出门就会讲到 说我们俩儿孩子 很有出息 哥哥走了之后 他连门也不出 更别说这些话 他还经常自己 一个人抽闷烟 喝闷酒 自己一个人 到地头里面 他就是坐在地头里面 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 我妈妈 她年龄已经很大了 你看她头发 都已经花白了呀 爸爸的身体 一天不如一天 当时看到这些 心里面特别特别怨恨 哥哥 为什么这么多年了 他还不回来 哥哥走之后呢 我整个人就把自己 封闭起来了 根本不想跟外界去交流 就觉得自己 就是个科兴 家里面 您知道吗 你老师 从我一出生 我家里 当时爷爷 奶奶都不在了 都五周岁的时候了 姐姐就那样离开我们 然后再打一点 爸爸又会发生 那么大的事 等高三的时候 我外婆也去说 外婆对我们很好 很好 在姐姐这 哥哥都走了 就不回了 你把她都归功于自己 说自己是克星 别这样想妹妹 这样想 你看把自己 去一个完全没有办法的地步 不是你 这十一年来 你 一直在找哥哥 每次看到 妈妈那样子 那么辛苦 我就对自己说 我一定要找到哥哥 高考完 舔志愿的时候 有人就跟我讲 说你哥可能在湖北 高考其实当时 舔六个志愿的 我就只舔了一个 湖北的志愿 我就想说 到了湖北是不是 就能遇见哥哥呀 能理解 到湖北上学的那三年里面 我就想尽办法的 做各种各样的坚持 我发船单 我送他 我去招式里面 去做促销 那时候我就拿着 我哥的照片 我就问 问别人 我说你见过我哥哥没有 可是三年 没有遇见他 当时我就想 多挣点钱 去捐过各地去找 毕业完之后 我去了杭州 找了一份 还蛮不错的工作 待遇还行 你知道吗 11年 11年元旦的时候 他一个高中 他很好关系的一个同学 他跟我讲 说 你哥哥六月份 就是去北京了 我当时我怕错过这个机会 我就赶紧地跑到领导那里 我就要辞职 当时其实在杭州工作上 我已经很有起色了 也是当时我们同一批 同事里面 就比较拔尖的了 领导劝我 你就不要辞职了 你看你做得这么好 不 我不干了 我一心就想着 要找个哥哥 到北京之后 来来回来找了 二十多份工作 我就想着 先找个工作 到六月份 他肯定会来的 你要是我在石井山那边 租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地下室 五六平米 连个窗户也没有 并且旁边的人都是乱七八糟的 当时我心里特别特别害怕 我就把门关得紧紧的 到一年三月中旬的时候 北京下来一场特别特别大暴雨 上班完之后 我就坐着车回到地下室 打开门的那一刻 那个锅 把瓢瓢都飘在那水面上 我的被褥也湿了 我当时心里特别特别难受 我说 自己干嘛要这样子 最难最难的食物 手里面就剩一块八毛钱了 我等到六月份 可是哥哥他没有出现 其实这个时候 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了 当时很多朋友都会对我讲 你哥那么大 他肯定会自己回来了 你何必受这份罪呢 每天下班时候 不愿意回到那个地下室里面 我就会一个人坐在小花园里面 我当时我都不知道 去给谁轻松这些事情 拿着电话翻呀翻 我不知道 我不能跟谁说 我只能对着天国 你能不能告诉我哥哥在哪里 春卫 你觉得他哥哥 为什么会离家出走啊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家庭的原因 因为在他的描述当中 这本来是一个 虽然辛苦 但却是很幸福的一个家庭 但是随着姐姐的这个 就是一个找腰的话呢 给这个家庭 其实带来了特别大的创伤 但是由于生活的艰难 可能大家没有时间去 来清理这件事情 给自己带来的一个伤害 然后就把这件事情 就掩在了怀里 但是呢 随后带来的问题呢 就是每个人都记住了 这个伤害 但是又不知道 如何去弥合它 于是每个人都选择 特别独立的 去面对自己的那一份艰难 而忘了 家是一个港湾 一家人聚在一起 哪怕是很辛苦 也会是好的 所以我觉得呢 今天其实妹妹 是勇敢地站出来 她想把家团结在一起 而不是每个人独立 去面对这个家的不容易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而言 我觉得你的哥哥 并不是不想回家 他可能也怕给家里面 带来麻烦 我只想对哥哥说一句话 不管因为什么 不管怎么样 你回来 我和爸妈等着你 爸爸妈妈今天也来了 来我们请爸爸妈妈上来 和大家见个面 来 来大哥大嫂请坐来 你好 请坐来 姐姐 我看你坐在台下一直在哭 坐吧 我看你一直在那抹眼泪 她走了十一年了 她要不回家 把我们都忘了 我恨她 你不想找她 我不找 我辛苦地把杨活拖 她 跟她上学 她 就不说就走了 如果一会儿 她从这个大门里出来 见到你 你怎么说 我要 我要捶她两下 捶她两下 踢她两脚 是 这个不孝之子 是吧 还是想她吧 想儿子吧 又黑又想 你十一年了 又不说 又不给家打电话 难道你不知道 回屋吗 你盼着今天能见到她吗 我盼 希望 希望哈 是 好 我们来 看一下 苏东怎么帮你们找的 来 站在这儿来 好 苏东 来 马灯 马灯你好 我是等着我 学人团的苏东 在我们的等着我 融媒体平台上 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 要寻找马波的求助信息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 帮你们整理线索 展开寻找 那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 马波呢 是毕业于山东青岛的 某职业技术学校 所以我们的志愿者呢 也是第一时间走访了 相关的老师和同学得知了一个线索 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啊 马波曾经跟一个北京的朋友打电话 并向他借了1000块钱 后来呢 我们联系到了这位北京的朋友 得知当年马波打的电话的归属地 是山东的烟台 所以马波会不会就在山东的烟台呢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的志愿者 去实地展开了寻找 我们跟马波的同学了解了 他在校期间的兴趣爱好 得知他经常出没于网吧 随后我们在烟台的各大网吧 进行了询问走访 经过照片比对 最终有一家网吧的网馆 向我们提到 他曾在此上过网 但是最近几个月未坚持了 好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感谢观看 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 请 当时我都不知道 不知道去给谁 请走这些事情 你能不能告诉我哥哥在哪里 你十几年了 又不说又不给家打电话 难道你不知道 回屋吗 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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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把你的儿子拉起来了 妈妈 来 看着二老 来 妈布 咱们回去坐 咱们回去坐 来 看着二老 书东 你们是在哪个城市找到哥哥的 就是在烟台 就在烟台 其实离当年在上学的青岛也不远 不远 对 来 请坐 来 一平老师 你好 孩子 我们就想问问你 为什么离家出走十一年 也不算离家出走吧 就是我想自己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以后再回家 想挣点钱再回家 容归顾礼 结果最后也没成行 我们巡人小队去找到马波的时候 其实这一回跟之前不太一样 就简单地跟他聊了 也就是二三十分钟 他就表达了要跟我们一块回来 来见爸妈的这个意愿 其实后来我们跟他聊 也发现他好几年了也一直特别想回家 但是可能就是心里缺这么一个契机 或者一直没敢迈出这一步 好 来 兄弟 把灯开 来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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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有所成就 越前越迟 越是这样我越是不怕回血 这一年我每次买着睡不着 我又是害怕 我怕不复 我突然就在那怎么办 我感觉我不敢回去 我什么也没有 哥哥成家了吗 没有 没有 没有脸成家 成家也不得经过父母同意吗 要经过父母同意 心里其实还很有爹娘 是吧 是 妹妹这一下子心愿也了结了 该回家好好过日子了 妹妹为你真是操了心了 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理 你们这一家人才能够团聚 正是因为有了妹妹的坚持 她才会知道 我妈妈的不容易 我爸爸的不容易 我应该给这个家做点什么的不容易 有的时候一家人往往是 每个人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去想 我对这个家的义务尽到了 我可以走了 哪那么容易呢 父母把自己带到这个世间 他们没有享福 但是他们不应该承受着 家人离散的这样的一个悲惨 正是有了妹妹这种微不足道的坚持 正是有了妹妹这种语无伦次的 这种苍茫 就是这样的一个妹妹 都知道要把家聚在一起 那些流离在外的人 想一想老父母 想一想高堂 想一想自己的成长 回家 是所有离开家的人 最应该去反省自己的地方 所以马波 你刚才在讲 你今天回家了 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首先我接受所有的谴责 另外一点就是说 我妹妹大火到青春年华里面 别给家庭所承担的一切 由我这个男人来承担 却一切压在了她的肩头 没事哥你只要回来就行了 真的 以后好好对咱爸妈 不要再走了 真不要再走了好吗 我不想立什么誓言 因为誓言这东西 太不可靠了 实际行动才是 另外小玉 爸爸妈妈没有任何收入 我们给她申请点钱吧 好 你别阿姨 这点千万不要 表达我们的心意 你自己能够 再养活不了自己还算什么 好 那个我觉得我们在场的观众 就为哥哥的这句不要钱 要他自己来承担的这个 这句话 以他用实际行动 来孝顺父母的这句话 我们为他热烈的鼓鱼吃啥 好 哥哥带着妹妹爸爸妈妈 走向你们的新生活 祝福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所有的志愿者 你们老师 谢谢孝顺哥 不谢阿妹 谢谢 谢谢大家 分别了十一年 马波终于勇敢地 踏上了回家路 面对父母和妹妹 她充满歉意 爸妈 我错了 妹妹 我错了 我回来了 这个家交给我吧 我们相信 经过这件事 马波会明白一个道理 家人在 家才在